你好,我是劉奶爸 我記得在兩年前的時候 有一個學員,一個學生他姓田 他英文叫Jerry 然後呢,他就問我說 我要那個一對一的家教 一個下午 他沒有跟我說多久的時間 他只問我說我想要學那個Blogger 就是Google的免費部落格 然後我說你要做什麼 他說這個GoogleBlogger呢 他要放自己專屬的網址 他自己申請了一個專屬的網址 然後呢,他要放在Google的空間 那Google部落格空間不用錢是免費的 所以他問我說 好,我要上這個課呢 我要付多少學費 而且我要一對一指導 那我就說 好,OK,那我就開一個價格 那他問我說 要大概交多久的時間 我說好,一個下午呢 我大概兩個鐘頭的時間呢 我那時候是開好像 不到一萬塊的價格 然後那個下午我就 我發現他學的很快 所以呢 我大概兩個鐘頭就交完了 說那這樣 一天 一天就結束啦 不用兩天 一個下午就結束了 然後回去之後呢 其實他就開始 把他的那個Blogger建置起來 然後呢 上面的圖片也換掉 然後網址也換成他自己 自己買的那個網址 自己的專屬網址 後來到現在啊 他賺了好幾百萬 賺好幾百萬啊 你想知道他賣什麼東西嗎 單價比較高的東西啊 就是房地產 就是房地產 那我就問他說 那你怎麼賣啊 他說 他都是把 譬如說房子買來之後 然後 裝潢過 然後再賣出去 他可能是一個投資客 或者是說 房子買來之後整修 然後好幾間 然後租出去 可能變成學生宿舍 然後 我說哇 那你很厲害耶 可是你怎麼去經營客戶 因為你是單價那麼高的東西 怎麼會在網路上 就可以找到那麼多客戶 跟你買 然後 他就告訴我 他其實 有專業知識 房地產買賣專業知識 還有 股票啦 投資啊 這些專業知識 他其實研究好多年了 那他寫的文章 我在這幾年發現 他寫的文章都 文案都寫的蠻好的 蠻不錯的 我可以介紹 我可以介紹他的網站 給你參考 那他的網站上面寫的文案呢 他都會 我覺得都還蠻專業的 就是他對他房地產分析 或者是稅務上的 的那個知識 相關知識 因為那一塊 我沒什麼在接觸 所以我不懂那個東西 那 他就是這樣子 才幾年時間而已 結果那個網站幫他賺了好多錢 所以 從 上次我講那個 全正的那個 Andy的高手的故事 還有今天講這個 Jerry 田先生的故事啊 你會發現 他們其實沒有 用太多網路工具耶 沒有耶 沒有太多網路工具耶 就是 免費的 Vlog因為他寫很多文章 所以被搜尋到 然後再加上他們有去搜集 潛在客戶的電子電子電子郵件 他們就發電子報 然後有活動啊 就靠電子報去布達 然後呢 在 去年七八月的時候啊 這個Jerry他又申請了LINE的 那個 在地商家的 就是現在的LINE AT生活圈 他那時候去年七八月 這半年來 有一千多個粉絲 他加一千多個粉絲 他光是靠這個LINE AT 也幫他創造了好幾百萬的收入 我不曉得這樣講出來會不會 對待會不會那個 我會先徵詢他的意見 如果這個可以播出的話 我再把它播出來 反正就是 他利用的這些工具 其實都沒有花到他什麼錢 沒有花到他什麼錢 所以重點不是說 今天工具要花多少錢 而是說 你怎麼去經營你的客戶群 還有你怎麼去 把你的專業 靠這些科技工具 把它呈現在網站上 或呈現在這些電子媒體上面 只要你有辦法 把你的專業 呈現在這些電子媒體上面 讓人家看得懂 那你就可以找到 你的潛在客戶啊 那你的成交機率就大啊 然後他還會去舉辦 實體的聚會 舉辦實體聚會 譬如說 好他的 他的部落格 讓他的粉絲看見了完整的訊息 然後他利用他的Line at 去群發給所有的粉絲 然後告訴他們 我們要舉辦活動 是在什麼時候 然後內容是什麼 有哪些老師會來上課 然後你需要付多少學費 OK 那這樣招來一大群人 就開始 這些粉絲呢 了解這些專業知識 經過課程的教育之後 了解這些專業知識呢 OK 可不可以投資他的東西 可不可以一起去購買房子 或做房地產的交易 哦 大家 大家因為產生信賴感了嘛 好 那這個高單價的東西呢 就有辦法銷售出去了 就因為這樣子 利用網路工具啊 他就可以賺到很多錢啊 所以 大家其實 不用太擔心 呃 我覺得科技工具好難喔 網路行銷好困難喔 其實不是 最根本的紮根的地方是在什麼 是在你的專業啊 在你的專業 然後你對自己產品 你對自己的服務 你怎麼去呈現 然後 可以 為客戶帶什麼價值 重點是在這個 你對自己的服務 對自己的服務 你對自己的服務 這就是 你對自己的服務 你對自己的服務